现在咱们做个白斩鸡的鱼 还有鱼 鸡把鱼巴结给取掉 这边是浙江的乡下 但他们的乡下很干净的 没有异味 没有虫子 不像我们家 那个苍蝇到处飞 这个是个土壮 土壮也很干净 这边洗一下 这水开了 倒入鱿鱼 鱼 辣椒 香叶和葱 几片的姜 稍微煮一下 这个我们下午烫一下 烫个十秒 再拿出来 在门水里面 再烫一下 就是泡一下 这样的话热更紧致 好 再到锅里面再烫一下 这样三次 这叫三起三落 再烫 再加个丝 天下 再加盐 奶奶的糖是要放的 好 油条小的 加盐 盐 我们要做再次 刮一下皮 再次热一下 开小火 煮了几分钟 煮了几分钟 因为开鸡 大小型 煮了几分 小分 煮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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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半个小时 就可以了 现在把酱 调一下 把眼睛去了 放在酱里面 再切一点 葱 切这种 切末后切葱 放在酱里面 把蒜泥 蒜末放进去 做鱼 我们在蒜家 烧食材烧习惯了 所以来这里 烧食材 这里的灶 和我们婆婆家 那些相比起来好 太多了 我的又长又乱 这里是干干净净的 所以烧到彩火 但是不干净 而且这个灶也很好烧嘛 这火 你看这火气好不好 尝尝的 有点重 非常大 这也好的柴 盖起来 快一点 这些柴 这是干柴 还有这些柴 还有这些柴 这是大柴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眼 这个鱼呢 要先改一下花道 这样的话才会入味 来 这个是姜 葱 来点料酒 再来点盐 再来点糖 酱油 最稀奇的就是这个了 这个开始 我不知道 怎么这里有个壶呢 原来是这个 放在这里 还可以烧水 烧到水 水开了之后 那边还可以放水下去 太高端了 这个壶啊 我们家的鱼 这个土造就没有这样的鱼 这个鱼的话 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他们跟我说的时候 这里面是装的水 要烧开 烧开水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是出水的地方 这个都很方便的 就是你烧 烧菜的时候都可以变烧水 油了 油了 水开了 把这个鱼放上去 蒸 蒸个10分钟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 你看土灶 电视炉 煤气 都放在一起 感觉好容器的 用起来也比方便嘛 还有水的都很好用 再还有自然水 还有地下水 多种水 就是喝的话 血啊 衣服啊 都有各式的水 不同的水 你看这个水开了 我们就接到骨里面 到时就可以喝啊 太方便了 上面再滚滚滚滚滚滚 上面再滚滚滚滚滚 滚滚滚滚 我又装了 直接烧一下油 那个油出来 我可以浇上油 它怎么弄出来 你把自己夹出来 好 蒸碎 辣椒 还可以 嗯 我再倒一点的蒸鱼匙 啊 你再倒一点的蒸鱼匙 我再倒一点的蒸鱼匙 我再倒一点的蒸鱼匙 八德鱼匙 还很快 好 这个 这种方式就是可以 这样我们一开用 还是一种飞出去 不要歪大路 你开酒了吃饭了 还有这面饭鱼都做好了 你现在可以开始吃了 这是白切鸡 还有虾 中间有汤 这有点辣吧 嗯 有点 不行 这个就是主食的炒面 这边叫面饭对吧 嗯 对面饭 他这面炒的不糊哦 嗯 有些面炒的不糊 对 我们这个是蒸出来的 不是水疗出来的 哦 蒸出来的 所以面炒的不糊 来 嗯 这个晚上 月亮也挺 今天 月亮挺不错的 还有这个鱼 哦 你还放大了 开不动了 嗯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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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